我这两天在拯救我的旧包 因为袋子太长了 现在都不流行袋子那么长的了 我自己在网上买了打皮袋的 短一点的话就还可以再用一用 现在我把它剪短了 看起来好多了 到这个地方 之前就是背起来是这样的效果的 就之前这个是这么样这样的长度 这个包子完全废弃了 嗨大家好我是Alan 好像很久没有正经烧一顿饭了 天气比较热 然后胃口也不是那么好了 好像过暑假更满一点了 我今天打算烧一个比较清淡一点的汤吧 材料就是有这个毛瓜 这婆婆自己种的 花椒然后就是竹笋 这个是一点干贝这样子 都是比较清淡的 把那个花椒还有还有那个竹笋提前泡一下 那我这花椒呢这是我自己炸过的 之前我有拍过那个炸的视频的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一下 我这个花椒和竹笋都是我都是用那个温水泡的 等一下这个花椒的汤呢我会直接倒进去 这个花椒的汤等一下流起来可以烧瓜的 泡一下那就好烧一些 泡一下那就好烧一些 花椒呢要多煮一会儿 它就会比较软辣好吃一点 所以我先把这个烧散了 然后再把这几个干贝放下去 再另外再加点水下去 水味就放到一家人够喝的量 然后这边等待开的同时呢 我就把刮签处理一下 这种毛刮一定要带个锁套 它那个刺很厉害的 我们昨天吃了半颗 今天又吃了半颗 我就轻轻的这样子把毛刮掉 这自己种的毛刮很嫩的 轻轻的一下就可以把毛刮掉了 这边我就用小火了它慢慢烧 这汤也已经滚了 刚刚现在它破砂出了好多 这边给它 好像广东人比较喜欢吃毛瓜 我个人比较喜欢吃冬瓜 我们家乡一般都是用丝瓜滚这个汤的 它是因为婆婆自己种了很多这个毛刮吃不完 所以不浪费我们就把用这个毛刮滚它 竹笋清洗一下 然后切 安妮和小宝只喜欢吃这个竹笋了 安妮一个人都一碗都吃掉 竹笋和那个花椒安妮都很喜欢吃 我早上过一些时间花椒不用这个油炸 用盐炒 这竹笋洗好了以后没多少了 我就去头去尾 这边全部都不要 这头也去掉 夏天喝这种汤最好了 这处理好了也就一点点 一小把 我呢现在先把毛刮放下去 然后差不多快熟的时候 再把竹笋烫一下就可以了 好方便的这个烫 再放下去的时候一定要轻一点 很烫的 毛刮其实也可以炒一下 放下去煮的话 可能会更好吃 喝一点 但是我想喝清爽一点的 那我会烈了 哦 你烈了 我现在已经放了 哦好 我用了 看是不是这颜色就很漂亮 哇哦 这颜色好漂亮 我也喜欢这颜色 哎呀好会复合哦 然后我再煎一个野生三分鱼 这个鱼我老公都提前帮我处理好了 这个鱼我老公都提前帮我处理好了 这油间的到处都是 像锅子上面全都是油 这个我是焖的一个锅牛奶 这一锅牛奶 那我们就是黏着这个酱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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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个毛瓜差不多了 我就把这个酒酱放下去了 我们就把这个酒酱放下去了 我们就把这个酒酱放下去了 然后再来一个酥菜就可以吃饭了 我们的菜烧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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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来一碗炒了我自己 我自己 不喝花椒汤 花椒汤 这个料那么多 花椒那么多 好了今天的视频先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订阅我们 拜拜